L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波斯倫隊上伯伯倫 那這場比賽是由 巴巴巴巴巴拉斯 這樣唸嗎 就唸馬是這樣子 那這個藍色呢 這個叫豬八戒 他應該是VB吧 VB是 也是西地國非常厲害的中國的西地國玩家 那他有Yo 跟這個邪龍 那最近我看他們滿場就會開直播 然後跟中國的觀眾同樂一起打幽牧 我滿想要播那一場的 四打四中國幽牧 然後有Yo啊VB 他們一些大佬們 在裡面互相傷害 其實覺得滿有趣的 好那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這場比賽比較特別 地圖一開始TC旁邊收出這個台線 那這個台線我記得是不能種田 那有一些土好像是可以種的 那可以種的話這個田還會變成水 水稻田 好名字還會改一下 還滿有趣的 那這張圖中間是有這個深海魚群 那前趟也是有大魚在的 所以這張圖最好還是打一個 漁港開魚群比較好 欸 用說你就馬上來開了一個漁港 這邊想要來阻止開漁港 結果還是馬上就開一下了 第一個村民過來找 然後 刺頭互打一下 這邊藍方 波波人這邊的刺頭 已經拿到一個優勢 好 碼頭這邊開始蓋下去 那這邊碼頭也在蓋 兩邊的蓋性其實差不多的 好 但這一村到底想幹嘛呢 我還是有點看不太懂 這一村有點在浪費時間的感覺 說不定有什麼特別的意圖 我們先繼續看下去 那看一下支援分配部分 目前這邊波斯是用五木的方式 變成六木了 六木可能要再補到八木會比較好 比較穩定一點 好 那這邊第一掃魚團出來 這邊想要封死這隻的村民嗎 因為這時候 這邊波斯還沒有點下織布技術 出去可能會立刻原地往生 但是這邊中國玩家的比比 已經開始出自己的 已經點了這個織布 好 那這邊要補中間這個地方 深海地區 單位就沒辦法過來了 這個沼澤地帶 照理來說應該是不會有大魚的 可能連這個小魚都不會有 但這邊 就是因為比賽地圖不安心 所以這邊出現了很奇怪 沼澤裡面就有金槍魚群 只差鮭魚群 我就看有沒有鮭魚群 看一下 那裡真的沒有鮭魚群啊 中間才有鮭魚群 這個中間的部分比較合理一點 好 那這邊看起來 波斯也沒有想要吃果子的意思 那這邊喔 迪比開始來搞了 你既然不吃 那我就幫你封一了 幫你珍藏果子 封久了說不定還可以釀久 好 這邊點下了 植布之後 馬上就要點這個封建石帶 這邊打的是一個24匹喔 那大家還在奇怪怎麼說24匹喔 但是其實這個魚場 也是會被算到這個村民裡面去 所以會變成21匹喔 那為什麼說 欸那為什麼還是比20匹多一點 因為這個21匹 是因為你出魚場 本來村民就是會多拖一點 因為肉會不夠 所以會比較晚上這個封建石帶 所以多一村是正常的 我們標準是20匹嘛 那這邊是21匹 所以算是流程正常 那這邊魚場 兩邊都是出了三艘之後 就不出了 要來存木頭 看要打這個小弓 還是要來出第二個魚槓 或開始挖金礦 來爆這個火蒙桶 或是戰艦 這邊兩邊都在思考 這邊接下來木頭要做什麼事情 好 這邊刺頭看起來不飽了 好 起上升一點點 這邊如果再繼續練戰 待會這個 中國的刺猴直接過來砍個幾刀 刺猴就可能就受不了了 欸你 最好是回家了吧 哇你這樣子被砍到就死了欸 對啊很危險 哇要去追囉 去追的話 這隻刺猴絕對會死 好 這邊這一村還在努力的 想要去 去 騷擾 波斯挖果子 好第一時間點下火蒙桶 那這邊 波斯有一個 流石杖 第一艘先出來了 那這邊 波斯的 海上的方面 是這個 與碼頭的工作效率會比較快一點 就是 船的速度啊 還有這個戰團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但是單位上 並沒有實際的比較強 這是他五一的優勢 那 波波這邊喔 是船艦速度移動速比較快一點 那我不確定喔 這個 會不會讓魚船也吃到 看起來是沒有讓魚船吃到這個速度 現在是只有戰艦才有 好 那這邊 第一時間點下一擊伐木 那波斯也早點好了 但是這邊 並沒有第一時間抓到對方魚船的位置 直接 看了個 看了個寂寞 哇 竟然沒有先燒到 他完全沒有猜到對手會在這麼近的位置喔 看一下他的視野 好 真的沒看到 波斯加這邊沒有看到 這邊有 有在捕魚喔 可是他應該是有看到碼頭啊 這個視野應該是有看到碼頭 好這時候有意識到 回來回來 過來燒一下 好兩波恩橘子一下 但是這邊已經開始劣勢了 已經被燒第一波 綠色的船的血量很低 船上面過來騷擾 那這邊要戳火魔筒嗎 感覺會不會 燒爆 好這邊補下冰工場 對 山羽船 爛 ط 那如果直接去的話 伯伯這邊優勢非常大喔 那我們稍微講解波斯這個文明 波斯這個文明工作效率非常快 這邊爆一波能不能炸到 所以上城堡時代 開很多TC的話 波斯村民會爆得非常誇張 這邊能撞到嗎 哇什麼都沒撞到 撞了個空虛極末 什麼都沒有 好那這邊順利的抓到了一台漁船 那這邊波斯損失掉三個漁船 所以這邊看起來是三薩喔 事實上是沒殺到村民 但村民術目前看起來是波斯稍微小小的領先一點 因為這邊中國的玩家 豬八戒 已經連下了這個手推車 這手推車輪軸技術 哎呀轉到一村 這看起來跑不掉了 OK拿到一個吉薩還不錯 但這個手推車我覺得下的蠻關鍵即時的喔 差不多也該下三十四村 大概三十村左右下手推車 這樣就不會避免了 就會比較可以提死喔 去升級這個輪軸 那你城堡時代喔 這個升級的這段時間喔 你所有村民都可以享受到這個輪軸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個人還是比較提倡喔 上城堡時代之前喔 先點輪軸 那你這個上到城堡時代之後喔 經濟就會突然起飛了 而且你也不怕你 突然城堡時代突然開戰喔 然後一直打架 然後忘記點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 習慣喔 還是比較要做好一點 那我該點輪軸的時候就點輪軸 把這個輪軸點起來 就可以好好的喔 專心在城堡時代 幹大事了 當然這一波進來有點太傷了吧 波斯這一波進來又射死了一村 但是村民直接上來用拳道開打 好這邊帶六村民 這邊繞了有點慘 村民花了很多時間在追 雖然海上輸喔 但波斯在陸地上把優勢打了回來 這邊自爆船也帶出想要來炸魚船 但是找不到魚船群聚 魚船的數量非常的零散 這邊還在六 哇這邊村民是要六多久 十六一直爭 哇那看起來最後還是炸到了一艘魚船 那魚船的數量只剩下兩艘 那這邊伯伯沒有補下更多的魚船 這邊三隻弓兵還在繞 TC要射死一隻弓箭手了嗎 還沒有 還在追 這邊想要蓋房子秀一波嗎 但沒有 哇要被包走了 哇射兩隻 但是後面又有三隻弓箭手補了過來 但這邊TC村民還是有的 這邊利用了一個弓箭的cover 敢保這些村民 但這邊工作沒村民的時間實在太長了 哇 哇 這個 這個 這 這 這 嗯 好 但是這邊波斯有斷村喔 換了1分42秒 那 伯伯這邊凡是沒有027 只有27秒時間而已 那這邊伯伯還是順利上到了這個城堡時代 波斯這邊還有差1分多鐘喔 那這個時間喔 六村民的時間也夠久了 這邊伯伯有點傷了 好 那城堡時代一好 可能要趕快喔 出去蓋TC 會比較好 那TC目前看起來 蓋金礦處還不錯 那這邊建築太多 可能也不會蓋 而且都已經有建塔 這個地方是個不錯的選擇 旁邊還有金礦區 或是這個位置也可以 好 看一下海上的部分 這邊海上直接出來撈大魚 直接沼澤撈大魚 這個什麼 世界習慣的襲警 世界名畫 哈哈哈哈 再一般田徑師不肯看到這種畫面喔 居然我村民在撈大魚 在沼澤上面撈大魚的畫面 太奇怪了 這個畫面真的太奇怪了 好 但是再出去撈魚喔 確實讓伯伯這邊 補回一點經濟 而且這邊撈大魚很好處喔 可以直接放到碼頭裡 這個碼頭直接當成魚 模仿來用 還不錯 好 這邊雖然被燒到果子 但果子終究看起來是要被吃光了 那目前波斯雖然上 塵寶時代慢了一點 但是 由於伯伯這邊差了跟建塔的關係喔 所以沒辦法第一時間開TC 這邊開TC的時間被耽誤了 那波斯這邊也自己被耽誤了一點喔 這邊填重太多喔 導致自己沒有木頭可以下TC 所以第一時間上塵寶時代也沒有下TC 反正是先下修道院 因為已經看到對方的騎士已經過來了 而且這隻雙馬就去爆騎士了 所以第一時間也不會蓋TC了 他可能下這麼多田 可能就是有意識到自己要去馬爆的關係喔 所以還這樣打 這場比賽我也沒有看到最後 所以前面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現在真的是看不太出來 為什麼 我這邊爆馬打一波 看起來是要拖時間喔 拖時間自己開出TC的時間 TC開哪呢 開這個位置 OK 跟我想的差不多 那波斯的話 可能會開這個位置喔 或是這個位置也不錯 但這邊的木頭有點少 開這裡可能會更好 但這邊不一定能卡 因為這裡有點凸起來的一個位置 凸起來的上坡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好不能蓋TC啊 建築物可以啊 像什麼城堡之類的 好 但是這邊波波出了駱駝 波波駱駝很便宜啊 波波的優點啊 就是馬丘單位造價都有一個折扣在 但是這邊沒有自低騎士 想要直接硬砍 直接被招走了一隻 哇 欸是被招走了兩隻啊 欸是一隻還兩隻 應該是一隻而已 好 直接被駱駝打回去 森駝稍微做到了一點事情 但是中間這個湖啊 還是被 波波這邊爽吃 好 森駝也過來 找一隻駱駝就可以反打 那目前看起來 伯伯跟 波斯 都是想要準備來開農了 應該不會打的 頭破血流 好 3TC也開一下 第三個TC是開這個位置 好 可能是想要守農田 確實守農田也該守 畢竟在中間喔 這個TC旁邊是不是蓋了很農田 好 結果這邊開這個位置 上面有開嗎 這裡沒開TC 第三個TC會開哪呢 這是琴勢 好 可以開第三個TC 直接開在這個位置喔 沒有開這裡 那第四個可以考慮開一下 好 這麼一來看起來 薄薄 算是還是有優勢在了 畢竟中間這個海上的資源 還是不錯的 而且這裡只要躲上這個 中間這個湖 就會出這個自暴船 只要敵方騎士或攻兵 敢走上這個沼澤地帶 這個自暴船 就可以發揮它的作用 好 波斯這邊一個突襲 生女遭到職業 馬上收村 把生女收到TC裡 這裡波斯直接損失掉了一隻騎士 剩下三隻騎士想要做騷擾 好 後面就要一隻生女過來招翔 但是被勸退了 家裡這邊有駱駝過來 但家裡自己有駱駝在防守 被野雞開始撿起來 怎麼辦呢 這裡看起來薄薄 有點不知道該怎麼打 可能是先開農喔 沒有要再繼續出兵硬上了 好 二級農田二級伐木波斯這邊點下 但是這邊喔 輪軸技術一直沒有點 來到了快要60村了 但是輪軸技術還沒有點 好這邊炸了一波 沒有炸到什麼東西 炸了個空虛 沒有關係喔 波波就一直利用這個位置 而且波波這邊 戰船還有這個移動速度加10%的效果 這個隻爆船喔 可以跑得更快 更能輸出到一些東西 好 第二艘出來 直接砍爆一艘漁船 戰艦過來一起防守 但是這邊有生女 生女過來招個一波 直接招走 一隻駱駝 三隻爆船兩艘過來 造一波 炸到一隻生女 但第二波能造到很多嗎 哇 三隻駱駝直接原地倒地 哇 太慘了 駱駝損失慘重 波波這波炸得很 很不錯 雖然第一艘炸得有點 空虛 但還是造到一隻生女 好 那這邊由於 前面被爆了一波 這邊破面燒的騎士 直接上來砍個一波 殺了蠻多的村民 村民數量開始被拉開了 好 波斯開始要利用自己的TC的效果 造出 農出一堆 村民了 哇 這邊 中間雖然送了一波駱駝 但這邊被砍很多村民了 這邊 博博在專心控這個地方 所以家裡有一個空窗 但這邊 波斯好像故意是給他炸的 去引誘他 然後這邊打一波的樣子 所以導致這邊 有點慘 但 博博應該還是可以 這個村民數 應該不會落後太多 可能落後個五村到十村 就差不多了 所以自己 第四個TC應該還是會補一下 3TC 第四個TC可以開這個位置 還不錯 這裡或是這裡 都可以 好 這邊升級 奴炮戰船 再來是要把戰盡 打強一點 波斯這時候 總點下輪軸技術 那這時候他一點下 經濟就會起飛 那通常 只要撒完這兩片田 就模仿跟TC 各一片 就可以點輪軸 因為這時候 因為你的農田一朵 村民會這樣走來走去 所以輪軸最好是 田撒了兩片 兩大片田 就會去點 食物或血量 速度就會更快一點 好 那伯伯這邊 爆出了弱弓 那駱駝弓兵 其實是很慣用的 打騎士也痛 打馬弓也痛 因為他打馬弓還有額外傷害 所以蒙古的蒙古圖技 還有這個馬扎的 超高遠程的馬弓 還有打打 都其實很害怕伯伯這個文明 不過他的馬丘單位也疲 到後期打這個弱馬戰也是特別強 加上弱弓 不是駱駝的一個搭配組合 完全Counter一個馬國 好 駱駝這邊砍死了一隻村民 還沒有看到這裡有騷擾 這邊正名來騷擾 但是後面還有勝率補上來 但是勝率兩邊互相傷害 直接造了一隻弱弓 這邊勝率沒有地方可以跑 直接被射死 這時候迫斯點下的帝龍師帶 平頭也點了 哇那邊老翻的有點多耶 直接6P 一級石跟一級金 點下 有點危險 哇這邊勝率 壓力給人很大 而且還點了救贖思想 那救贖思想點下之後 伯伯這邊就可以招強對方的馬救了耶 哇這麼可能嗎 落光直接過來殺了一波 完蛋 就算把這裡關住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因為他還是可以看村民 完了 BBQ了 而且也沒彈到血 雖然還是有射到 好 救贖思想好裝 快來招馬救 完蛋了 這裡可能要趕快去滴馬救 不然會被招光 哇被招了掉一個了 但是這時候佛斯已經上到了地龍時代 好這時候終於想到了 趕快滴一下 先升級駱駝升級 那這邊要趕快先升級這個 馬的鎧甲 這邊補牽馬救出來 因為自己的馬救被招走了 要補下更多馬救才能出駱駝 那這個馬救要幹到安全的位置喔 不然還是會被這個勝率給招走 但是這邊還有箭塔 防守來說還算可以 但如果有彈道血更好 但目前要走駱駝路線 應該是不會去點彈道血 可能在地龍再後期一點 有足夠的支援之後 才會再繼續出彈道血 然後這邊想要招馬救 結果直接被這個箭塔給射死 但是這隻騎士也砍太久了吧 還在砍 終於發射死 啊死了兩寸 好那這邊伯伯 上地龍時代之前 我還點了手推車 看起來這個點手推車 是有意圖想要上地龍時代的 那這邊有些駱駝也在做騷擾 目前是雙線在進攻的 那伯伯利用一個戰崗模式 直接開戰崗 好這邊直接開招對方的馬救 再招了一波 馬救越招越多 這邊直接低調 沒有問題 欸這邊看起來15寸 要來前置城堡了 石頭量631 他直到對手家裡 沒什麼太多兵 他自己用駱駝 還可以做一個騷擾反打 做工的話 家裡還是有點多 這邊城堡要去蓋在哪呢 好蓋在前線的位置 但是沒有辦法收到這塊金 有點可惜 這個高地嗎 看起來有點微凸喔 好像是 好 這邊騎士在進來殺了一波 但是可能要被箭塔給射死了 哎呀射掉了 好這邊 開始偷偷出漁港 出這個火蒙桶 燒對方的漁船 但這時候出好像意義也不太大了 欸這個不是出的 這個是遭想到的 等一下這個是遭到的 這不是POSE自己出的 好 但是伯伯沒有利用中間的地圖優勢 直接把中間的火 野魚吃軟 不會魚群跟進香魚群吃完了 就沒有再繼續要撒魚 我們繼續捕魚了 好還是轉走陸地比較好 畢竟伯伯的村民動速度 也是有這個10%提升喔 好這邊駱駝直接出來爆個一波 來個包夾 雖然包夾沒有包得很完全 所以這邊弱光還是往後走 但是前線的三鋁跟駱駝也全部倒地 後面再來一隻特典直接開招 能招到嗎 看起來是沒辦法 直接被砍死 好這一波交戰有點慘 這邊有個自暴船 小心點可能被炸了一波 用一隻去偷一下 欸偷到了 哇這樣就蠻賺的 好這時候駱駝已經有三級防禦了 防禦防禦好之後 弱光的傷害就沒那麼痛 目前是7加2 地龍時代鋼點 欸但自暴船又來 還好有一隻 還好我一隻 還好我一隻 還好 還以為又要發生什麼大事 這裡有一波進攻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一堆屍齊的感覺 好洛洛堆上洛洛攻大決戰 二級攻點下 這邊差點又被爆了一波 這裡有魚 碼頭很心機喔 只要一靠近這裡 就有可能會有東西會爆炸 就是跟成龍說過那一句一樣啊 會爆炸 好 那波波這邊轉出了長槍兵 但是波波的槍兵 沒有那麼非常的猛 是原裝進孔的 而且還沒有幾兵可以用 但是這邊波波點出了群聚堡壘 不是群聚 聚居堡壘 可以提升城堡的運作效率 可以讓弱宮產生速度更快 再搭配這個增兵術 弱宮就可以大量生產了 哇這邊的駱駝直接被爆了一波損失慘重 這邊全部殘血 有點危險喔 這個被拿下中間的虎真的蠻傷的 所以這個中間的虎真的是有拿的必要 拿到之後就可以一直用這個爆破船 一直炸一直爽 然後再用這個駱駝 用自己的射程優勢 需求操作 好三級射點一下 趕快點化學喔 讓弱宮傷害再更高一點 不然對飛行弱坡有四防 防禦還是挺高的 哇上面又炸了一波 哇這個自爆船已經炸了非常多的駱駝 長二兵開始走得出來 先選下基因類駱駝弓墊升級 射堡能守住嗎 感覺有點困難 但是這邊弱宮闖闖射 地上出現大量的駱駝屍體 但這邊駱駝只是想要拖延時間 把自己射堡蓋好 那對方射堡掉的話 就可以往前衝了 但是自己的駱駝雖然不夠多 要往前衝有點困難 趕快把這個巨頭往左邊拉一下喔 這邊再繼續投的話可能會出事 這邊弱宮數量有點多 對往左拉往左拉 這邊三級弓點了 增兵技術也點了 兩邊都點了增兵技術 三級弓兵開起來也點了 路若圖已經到了最強狀態8加4 遠防5近防4 那這邊波斯可以考慮出戰毛兵 或者是弓兵 波斯弓兵去做一個防守 但目前看起來狀況下 出弓兵也是可以的 雖然自己沒有三級弓 但是駱駝 吃的肉跟金有點多 直接去用這個木頭跟黃金去出 直接去花木頭 去出弓兵會比較好 畢竟駱駝是吃肉跟金 弓兵直接吃木頭會好一點 這邊村民術136村 村民術沒有到非常多 還沒有到150村那麼誇張的地步 但我覺得也夠了 136村也是OK的 好那這邊波斯一點下化學 弱宮去了哪裡呢 弱宮 弱宮沒有騷擾 直接下面打這面 這邊直接手撕城堡 什麼意思 好但是這邊大量駱駝 直接過來包夾了 這邊巨頭死機的一個位置 巨頭直接被拆爆 長槍兵完全沒防守到 這個城堡差點就掉了 完蛋 這一波防守 看起來是勃勃的一個大血虧 裡面的村民被大量駱駝直接砍爆 好第三堆屍體 但正面的城堡慢慢被修了回來 好這時候波斯點下二級射 然後二級決定技術也點了 能不能看到波斯戰象呢 我覺得有點困了 所以這時候出戰象可能會被長槍兵戳爆 雖然不是擊兵喔 但是有點痛 好這邊直接硬斯媽 雖然有城堡傷害加持 但是擊兵的長槍兵 打的還是有點痛 而且後面有打到弱弓 哇這邊直接被巨頭 直接砸爆對方 巨頭是賊砸爆 砸爆之後開始砸城堡 這邊大量路頭直接爆了上來 弱弓直接死去 直接算個小洞 不對這樣講給各位 不是 這邊沒有鑽進去 喔又出來了 只把頭放進去而已 好還沒事沒事沒事 好 那這邊拉了更多村出來 5800滴 這裡是有點這個建築的血量科技 建築學點下了 喔又錯了上來 直接插入這些駱駝裡面 插了他不要不要的 哇 真的是被插爆了這些駱駝 這裡這個城堡還沒有彈到血 射的有夠玩 哪像我射超 這個這麼歪是不行的 有時候射錯地方 對方也是會生氣 對 如果對方我化妝的話 肯定更生氣 好那這邊圍牆一點下 看起來這邊城堡也只要提振一點檔次了 不然這邊城堡血量是有點少的 好這邊POSE工兵點下 弩兵 工兵護甲也補了上來 彈到血勒 阿你的彈到血要不要點 阿你也不點彈到血 可掰餒 巨頭直接被 火炮直接把巨頭給砸爛 這個巨頭很準阿 跟我差不多的那種 超準耶 好的 那這邊 駱駝17隻 沒有繼續補 開始來轉 弓兵了 弓兵開始大量生產 很傷害純黃金 想要做 對後期做打算 後面的防守還算可以 但是正兵正兵發守不下的感覺 新奇兵 沒拆掉就回頭 有點尷尬 又被多射了幾下 沒有關係 終於想到要點彈到血了 彈到血補下之後 弓兵練甲也點了 大量的弓兵 開始來counter對方的長槍兵 而且是弓兵 不用黃金 5加3 遠防 可以到最高 0加4 而且還有拇指環 射了對方的弱頭 也是有點傷害的喔 這血量還是會掉的 哇 應該這個不用黃金 換對方的黃金兵 超爽 好 再用力追大量弱馬 直接點掉 這波工坊戰快要走不住了 這邊開始側面 丟幾隻新奇兵過來殺村民 正面城堡很會掉 巨型頭實際一直在砸 但是大龍馬直接突尾 長太兵交不上 趕快直接砍爆 第二塔還有機會嗎 正面駱駝直接貼上來 砍落弓 落弓 還被奴兵射 哇 兩台巨頭又被打爆 這一波波斯又大賺 兩台巨頭打爆之外 正面還損失了非常多的落弓 噢噢這邊有點慘喔 這邊可能 要再想辦法 這個長江兵喔 佈局的方式可能不能一直往前喔 這就好像有點像 在打這個士族一樣 你全部人都 往前回救 結果對方來一個高射球 直接繞過去 後方傳球對不對 那長江兵還是要往回救啊 來不及回救 就會像直接被對方直接射門一樣的感覺 那這就很慘了 沒人防守 好追看士族 開始學到一些這種 好觀念啦 長江兵真的是 還是要碰一下 不能讓他隨意的往前 一直無腦 只會往前 這樣長江兵真的會很慘 好 這邊落弓 雖然還是蠻多的 欸 洛馬 已經死到最強了 他洛馬 95滴血 7加4 遠防6 很硬 但是很怕 這個長江兵 哇 開始落弓數量 開始被削減 但是有火炮 火炮可能要被拆掉了 洛馬的目標 就是火炮 又殺了過來 沒有地方可以跑 火炮也沒有地方可以鑽 這邊低調喔 然後軍營想要讓長江兵過去插 但是火炮全部倒地之後 洛馬 還沒有第一時間回頭被插幾隻出來 又看到一隻火炮出來 直接硬抓 哇 這些洛馬鑽掉三隻火炮 算爛了 然後這邊巨箭頭C 開掉了對方的修道院 三個生物直接噴了出來 噴了出來 十四隻 奴兵 繼續射 大量的落弓 開始往上 北上北伐 用北伐查抽 但是可以嗎 伏擊性有點遠 跟真實的劉備一樣 你要遠征的話 你家裡的補給能補得上嗎 你家裡都快沒補給了 你 你小心啊 完蛋啦 家裡沒有落弓之後 直接死守 反倒是波勢家裡 守得舒舒服服 TC很多 還有劍塔 哇 直接被施爆TC 大量村民直接原地往生 GG OK 那這邊 伯伯打出了GG 那這場看起來 我覺得伯伯打得最好 是中間這個環節 這個 搶魚大戰 搶下來之後 還用這個自爆槍 拿到一些不錯的優勢 但是後來 又被這個波斯 後來居上 那也是因為波斯前期這個工兵 騷擾到他 讓他強迫硬插這個劍塔 這個量用塔一插下去 導致這個波勃 上城堡時代 第一段時間 是沒辦法去蓋TC的 所以導致這個TC 在前期有點稍微落後 即使沒有落後 這個波斯 波斯 波斯的TC效果運轉也太好了 所以這個村民上 一下就把他撈到了頂峰 那經濟上 三級農田 三級木沒有點也沒關係 最重要的是二級 農跟二級木一定要點 看起來 波斯沒什麼太大問題 問題應該就只是 這邊被炸太多駱駝而已 這邊駱駝也算是因為伯伯玩得好 所以才有炸到 那這邊轉出波斯工兵 我覺得也是相當關鍵的 畢竟這邊駱駝是需要吃肉跟黃金 那木頭其實一直用不到狀況 拿去賣掉就太可惜 那就不如直接出波斯工兵 那三種資源都用得到 全部把資源換成軍力 然後直接強推對手 然後城堡 這個城堡也是撐超久的 好幾台巨頭一直拆 然後肉麻跟駱駝直接解掉 火炮出來也是 但是這些我都覺得算是蠻細節的部分 那波波這邊 我覺得主力出去有點傷 如果主力沒有出門的話 可能還有機會守得住 但這邊有點心意與絕 他沒有辦法 感覺不出去好像也實時被魔死而已 畢竟這個波斯工兵是無限的 也不是無限 就是不用黃金 垃圾兵超強的工兵 要跟他硬換到後期好像也沒結果 所以這邊波波還是打出了GG 好看一下經濟 經濟波勢這邊 村民上有一個優勢債的關係 所以肉量非常多 但波波這邊也是差不多的一個經濟量 其實兩邊經濟都差不多 但波波在前期有這個 村民有加4%移動速度的效果 所以村民就算落後也不會傷到這麼慘的感覺 那看一下這邊 沙迪 請看沙迪數字差不多的 好 那這邊總統統 單位數 看起來都蠻慘的 好像也沒有非常好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兩邊實力是差不多的 那波波這邊比較可惜一點 就是後期這邊正面了 沒有第一時間去做敵方騷擾這件事情 沒有轉出這個 標槍騎兵 加上這個長槍兵的一個防守 然後讓洛工自己去騷擾 但我覺得正面還是需要一些標槍騎兵去擋正面會比較好 好 那看起來這場比賽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請大家再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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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這裡 就差不多 了 了 最好 看一下 摯後 那 我們 拍攝 谢谢观看